如果某天你去小树林里溜弯 发现一枚极树炸弹哑弹 该怎么办呢 这段视频里 士兵演示了操作流程 先拧掉罗帽 把炸弹的尾部去掉 接着再拧掉弹仓堵盖的罗帽 把隔板打开 这时装了满满一桶的子弹药 就会激励咕噜滚出来 拿起几个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摔坏的 然后找个麻袋 挑一些久久心的小炸弹装回去 以后还可误尽其用 有网友感到好奇 士兵就这么现场拆弹把玩 不怕被炸死吗 这种极树炸弹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俄国一处空军基地 发现机库里停放着 论备份应该叫它大伯的米格23战斗机 看来该机准备废物利用 去轰炸敌军集结地 因为它的一套挂架上 悬挂着刚才视频里的 RBK500极树炸弹 这款炸弹长度1米95 重量约400公斤 外壳蒙皮用铝合金制作 内部是钢制框架 子弹药就装在这个筒形的弹仓里 型号为SHOAB0.5 这款弹丸的表面有4条气动凸棱 弹体直径是6.4厘米 重量约420克 装药85克 弹仓里一共塞了565枚这种小炸弹 弹仓中间还穿过一根 带有爆炸螺栓的细杆 可通过炸弹头锥里的定时引系引爆 经初步研究发现 这个粗笨的炸弹还颇有几分灵气 想必在空中炸开来会更加妙觉横生 为此我们催促战斗机尽快起飞 表演投弹 说话间炸弹就被扔出 只见它一边缓缓低头 沿弹道下落 一边在倒数计时 达到设定时间后 头锥里的引信就启动了爆炸螺栓 瞬间连接炸弹尾巴的细杆被炸断 同时高压燃气充满了整个弹仓 于是弹仓和尾部被燃气推开分离 这一桶子小炸弹就全部给倒了出来 这些子弹药一边继续沿惯性轨道下落 一边随燃气膨胀而扩散开来 即将形成上万平方米的杀伤区域 看来时间所剩不多 我们还是赶紧找其中一枚仔细观察 发现这个弹丸无论处于何种姿态 迎面气流都会推动赤道处较宽 而两极收窄的气动突冷 产生绕中心旋转的力举 推动弹丸纵轴回正道和下落轨道平行 同时作用在迎风面四条突冷斜边的气流压力 又推动弹丸绕纵轴自转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打开保险 原来这款弹丸是上下两半扣合而成 打开发现外层塞入了304个直径5.5毫米的小钢珠 内层则填充85克炸药 中心就是用来引爆炸药的AB281引信 打开引信发现它中间位置安装着甩块 达到一定转速时甩块张开 上面的卡槽就会将撞针释放 所以炸弹旋转的目的就是靠离心力 来解除撞针中间的甩块保险 保险解除后 一旦小球触地 铁锥子就会猛烈戳到下方的敌火 引燃隔壁的起爆药 最后引爆装药 因此这些子弹要全部触地时 就会散布覆盖 形成约300米×400米的高速弹丸杀伤区 在这个区域里 超过17万个高速乱飞的小钢珠 构成了杀伤云 据说就算比人类灵活数倍的苗星人 也只能躲过6个珠子 当然如果遇到的是视频里这种哑弹 那么里面的弹丸并没有被气流推动旋转 因此理论上说 甩快都卡在撞针上并不能激发 所以可以拿来把玩 但是如果不错巧 拿起的这个正好是引信甩快 已被摔得转轴松脱弹簧掉落 那么再摔一次 它就可能激发爆炸 所以有经验的弓兵也是小心翼翼 可见徒手玩炸弹虽然看似危险 其实一点也不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